乘浪客被风吹到战斗站不稳 只能用手护着头 最后拿着装备狼狈的撤离 荷兰5号遭遇了强烈夏季风暴侵袭 风速飙到每小时146公里 乘浪客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逃回车上 箭头转到阿姆斯特丹的街头 更是一片惨况 到处都是倒塌的树木和四散的树枝 有的直接砸中停在路旁的车辆 强风好雨造成了交通大打劫 不管是欧洲之心 跨国高速列车还是国内的铁路 阿姆斯特丹使吉普机场 超过400个航班取消 荷兰气象研究所表示 这是当地有史以来 第一次观测到非常猛烈的夏季风暴 对北部四个地区发布了 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哈尔伦市 一名51岁的富人在车内被从天鹅降的树木杂重 最后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数 送医之后人回厅罚数 临近的德国也传出灾情 靠近德河边界的瑞德镇 有一名行人被树木压到丧命 气象单位预测 接下来暴风会逐渐的冬移转弱 但民众可能得花一段时间清理家园 才能够回归正常生活 近新闻我家旋谢宏颖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